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万一说玩就笑得那么坏 不是 玩也很不好 对 待会就要讲到你的玩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胖子 我也很敏感的发现 韦杰在这个朋友圈里就开始说了 说对 我最近是胖了一点 但是你们要看看我最近吃了什么 这我就想到你们俩的共通点 真的 好有心哦 刚从日本回来 对 吃了好多东西 你那个时候不顾及彻底放弃了 没 大家都看到我吃那一面 大家都不知道说 其实我去出门吃之前呢 不是先去跑步 就去游泳 然后才去吃 不是 应该吃了以后才跑步才游泳的吧 不是 因为外面出去走一走 累了回来就不想跑步 不想游泳了 你去了日本什么地方 我只去了东京 因为去很短的时间 去吃 就是去吃 去东京就造成了身体的变化 你还是在去俩地儿 真的 因为公司现在已经跟我说 近期不要再请假可以吗 好不好 这个最近有点太胖 不要再请假 我们怕你这上镜真的太不好看了 我觉得公司那么为你着想 哇 同事已经开始叫我敲肚子来证明 有没有怀孕 你看多过分这些同事 你还真的说是 香港人 他就是体现出 他这个有 我记得我当年刚来凤凰的时候 你看大陆人是不会提醒你什么 胖 对对对 说胖的好啊 我就很印象很深 就是20年前 我刚到凤凰的时候啊 一个就有个香港制作部的一个经理 叫什么程伟华的 我说很奇怪 我因为作为一个内定人 他嫌你胖 他就说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 很严肃啊 他说 你这样不行的 你要上镜的 你出镜的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胖 我说 怎么会这样 反念20年前 你真的不算胖 胖啊 你真是忘了我了老哥 你只有你才是永远 他又是美食家 又写美食评论 怎么都不胖 对啊 你觉得你现在胖吗 胖啊 叫自己胖 我都快放弃了 不是因为有的人胖是用眼睛看的 有的人胖是用心来看的 你是用心看 越看自己越胖 心里想着 可体重计上面也会说你胖啊 这才是最新 我每次都说 我每次吃上去只要胖 我都会觉得体重计坏了 再买一台新的 家里十台都这样 肥胖这个问题 已经到了专业研究的阶段 想绝识了是吧 就没有 我告诉你 我基本上可以做出个五段的结论 就是减肥没有成功的 我是根据三联生活周刊 采访了多方 就是一般来说 因为呢 现在的研究似乎到了这么一件事上 人的大脑里啊 可能有一个 肥因子 不是 体重的记忆点 这个太要命了 这个记忆点呢 你所谓的减肥啊 大概在十几斤的范围幅度以内 你你你你比如说你觉得你减好了 瘦了这么五六七八九十斤 但是过不了多久呢 你又回去 而且很多人呢 再回去的时候啊 比以前更胖 这就是因为你大脑里啊 对你的体重 有一个记忆点 你要是低于这个记忆点呢 你的基因呢 就让你马上反映 比如说缩小消耗 减慢代谢 然后呢 在你好不容易 终于意志崩溃的时候 稍微吃点东西的时候 你的身体啊 咔嚓咔嚓能运转 不是 因为你说的那十几斤啊 是减肥 快速减肥 最容易减下来的那十几斤 其实是什么呢 水分 嗯 你只是减掉水分 因为我们 你那个减肥 这样比如说运动的话 你先是消耗的就是水分 然后再消耗的是脂肪 最后才是消耗的胆固醇 胆固醇是消耗不到的 嗯 瘦子 所以如果我们打一场网球的话 你可以不见了三棒 嗯 你出汗就出掉三棒了 好开心啊那些人 其实没有用的 跟你的肉是没有关系的 但我觉得瘦子不配 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真的我们要坐在一起 不要跟他当朋友 我今天听这个话题好难过 对对对 那么换 换一个换一个 OK 不是我给你 你看看吗 你觉得你是 OK 我给换一个 不要谈这个大家人生的悲剧啊 真的 谈就是说你们共同的 嗯 你们俩都爱旅游 嗯 最近呢 有一个所谓天堂之地 是吧 世界文化 中国 哎 这个这个 世界文化 这个这个什么遗产 对 竟然丽江 我还头一会知道啊 是丽江 但是丽江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 出了群体事件 哎 这我就看出来啊 我跟你说 这种懒洋洋的地方啊 你搞个骚乱 你都搞不起来 嗯 这太可笑了 我觉得 这些店开店铺的啊 事先收到一个神秘的信息 说六月一号要罢市 啊 要要罢市 全体商铺罢市 几千家商铺 说都收到了 要罢市 结果呢 你瞧这种地方 他闹不起运动 那天早上出来 有的店店店店店店主啊 先别忙着开门啊 慌在街上转转看看别人 有没有想念呢 看看别人 结果街上出现了一些个警察 出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对吧 然后往那一站 他们也收到信息了 不是 这几个就 这几个就怂了 反正是当天晚上 就全开门了 就是听说有的店主 就政府工作人员 在那等着他 你开市啊 谁让你不开门啊 那就开吧 那信息从哪发出来的 知道吗 很神秘 你可以看看这个 相关的一个图片啊 来 你看 这是美丽的丽江 当年人们去那里 向往的理由 失和远方嘛 结果现在你看 呃 就是有人说在那儿 可以仰天发呆啊 是吧 可以放 吞自己啊 这都没办法自拍了吧 自拍都拍到别人了 我觉得现在 发呆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到这儿 是一种修行 对对 然后你再看 哦 慢慢的丽江被传成了 一个艳遇之都 黑修吧 黑修吧 这就纯恩会玩吗 对吧 然后你看 你看你看 慢慢的就 这不对了 要用有限的生命去炮 人不炮我 我不炮人 人如果炮我 我必炮人 就就丽江被传成了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在这看 嗯 他们说这次表面上 要罢市的理由 是抗议 丽江的这个这个 政府啊 收这个 这个古城维护费 对 每个游客收80块钱 他们认为这样 很多年了 对 他们认为就客人 越来越少了 因为你们收这个费 客人越来越少 他们这些开客栈的 就没生意了 他们的理由是这个 但是政府方面 不这么认为 你再往下放 你看 就这几年 丽江传出一些事来 有的时候 女游客不愿意骑马呀 被人打的骨折 然后呢 你看这是说 就为什么拆了呢 我就跟你说 现在这个关键问题 他就有人分析啊 就说丽江啊 过度的这种发展 商业开发了 就比如说 刚才你看见拆的那个 可能哪的一小夫妻 把他工作都辞了 说到丽江开店 当时说的一年的租金 可能铺面的租金 五万块钱 结果一租二十年 比如说一租二十年 结果过不了几年 发现这么火呀 这个房东啊 要变成一年五十万 早就三四十万了 我知道 现在大概说五六年前 都三四十万了 对啊 他们当年2006年的时候 可能谈好是五万 现在呢 就变五十万 五十万 但是你有没有契约精神呢 这就是个问题 最后他这个官司 一直打到云南省高级法院 我都不最后怎么判 就是说哎 这事怎么说 合同是写五万 对啊 对啊 那要改二十年 结果说是房东找推土机 直接毁云 就毁了 反正你也没有办法再做 毁的也是自己的屋子 估计他可能觉得说 我再借的钱 可能都 就是我如果拔再重建 因为那边呢 历江 历江古城里边 古城啊 不是宿河古城 他有两个 你去过几次 我去过好多次 你为什么去黑宿是吧 要扒 厌一领 看不了 身体好 是不是 历江 他是这样的 他那个古城里边呢 他本身的那些居民 纳西族的居民 他们都是 纳西族是 女人比男人做事做的多 男人基本上不做事的 戴个眼镜去那边 他们就特别喜欢 像你这种样子 要胖 要胖子 你跟他其他痛病 胖金哥 胖金妹 他们叫胖金哥 胖金哥就是怎么呢 人要长得胖 男的要胖 要黑 然后呢 戴眼镜 戴眼镜就是有学问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女婿 在这个 在历江是很受欢迎的 然后呢 就在家里边 然后他们就研究 纳西族的文化 传承啊 诸如此类的 然后纳西族的妇女呢 就去耕地啊 生孩子啊 煮饭啊 砍柴啊 所以他们那个 他们身上不是 有很多花纹吗 对对对 那纳西族的花纹 纳西族花纹上面 女人的衣服上面 就有叫披星戴月的 披星戴月的 都是女人 男人就是很舒服的 那么等到 那个就是 一些啊 比较边远地区的女性啊 我觉得这个命运呢 真的是 就白天为男人打工 晚上给男人陪睡 啊 就是当老婆的 好没有人权啊 因为觉得好没人权 你你你掉过来 那晚上 她丈夫为她服务 你也可以那么想吗 事情就好像 已经上脑了 不是后来呢 因为他们这个名字 他们也 不会搞太多商业的东西嘛 嗯 他们就 等到商业一起 这个 古城不是地震以后吗 有一年大地震 大地震以后 就啊 就发觉 原来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 就保护起来了 变成世界 呃 遗产了 世界文化遗产了 商业就来了 他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铺子都租出去 把房子都租出去 嗯 然后真的那些人呢 都跑到外城外去住了 然后是放鹰打猎 好开心的啊 那些男的 然后 有了钱了是吗 对 城里边就开始有许许多多 游客 不是游客 先是商家 全是穿着纳西族的衣服啊 你那游客去 看见都是纳西族的吗 对 然后这个说福建话 那个说广东话 那个说四川话 你知道吗 那是纳西族歌舞团是吗 那是 然后呢 就是在那个广场那 斯邦广场那 到了晚上就 拿个汽油桶 放一个桶火 然后就 就大家跳舞 那就形成了一个 整个一个氛围 就是 哇不得了 好玩都不得了 那大家都去那了 然后呢 又 我觉得是很俗 就把一个很好的 文化遗产的地方 就弄成什么 艳遇之都啊 什么的 就变了刚才那个 泡了 游头泡了尾的那种 那种感觉 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 自己玩够了 然后就说那些东西很俗 他去好多次 他刚刚说的 去向广告 呛呛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韦杰也得说说 因为这个艳遇这事啊 不能光他说 对吧 我一直很好奇 比如说说丽江 什么艳遇了 又说大理啊 什么艳遇了 对我听到都是这个 女游客会真的吗 我很难思议 就女游客会真的到一个地方 觉得哎呀 要是碰见个男的 就可以很容易 我个人应该不会 因为我是那种 其实 看上去啊 就是电视机前面都要打扮 我私底下出去玩的时候 就跟男生是没什么两样的 而且我去一个地方旅行 比如说我想要去吃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想要去吃 那我的行程规划就会去吃 所以我就好像也不是去那种 寻欢或是认识 而且我觉得要去 寻欢 你什么时候会有想寻欢的军动 我会打电话先告诉你 所以文靠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说你的打扮怎么样 是你内心的主观愿望 对而且你不觉得很累吗 就是你去 然后你就平常已经 平常工作已经压力很大 然后你去酒吧里面 然后你还要演出一下自己是 就是美少女啊 或者是那种 不不一定要演出的 就很累啊 要演出干什么呢 为什么演出呢 就被抠就好了 形象问题啊 但你总不能去酒吧里面 然后你长得漂亮 你坐在那儿 就有人上来跟你聊天吗 可我不想跟他聊天 我干嘛跟他聊天 那你不想跟他聊天 就没得说了 除非他真的很 没碰见戴眼镜上白头发 对 没有遇到对的人 一直等就会 在哪里在哪里 说丽江真有厌遇吗 真会发生 我知道的就是 我有一个上海 我认识的一个 你说他真是这行家 来说一下 一个女士 那么他有一个女儿 那女儿那是做护士的 年纪二十刚出头 什么都不喜欢 就喜欢照相 到处去旅行 然后到了那个丽江 就不动了 就出事了 就认识了一个 纳西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纳西族的 反正是一个歌手吧 年纪也挺大的 然后他就留下来了 就说上海工作也不要了 然后他妈就开始 要我发疯了 你说知道吗 然后就没办法 劝都劝不回来 他一直在 他那不叫艳遇 艳遇就是夜情 我能练的那种 对啊 艳遇怎么叫夜情呢 你可以艳完了以后 你再上新的吗 对不对 你开始是艳遇吗 很多伟大的爱情故事 都是这样 这样开始的 是吗 对啊 电影都是这样开始 电影都是这样开始 其实真实生活上也有 那么那个女孩子在那 就是过了四个月 醒了 就回上海了 就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那我知道香港 有个女记者也是那 也是在那 一个酒吧里边听歌 就喜欢上那个歌手了 结果就嫁到那去了 他是很容易 去掉身上的 这么一些绳索 对吧 因为在那也没人认识 放松 没有周围的熟人 够放松 对 还有心境的问题 比如说你今天 你今天去 比如说你是跟很多 好姐妹一起去 你可能就没有想说 我觉得姐妹聚会很好玩 那你可能是一个人去旅行 你可能就会有小小的孤端 你可能就幻想说 老天爷是不是给我的机会 在那边遇到一个 我在过去 还是有 还是有 那我特别 还是有 那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些好姐妹 假如一起去一个酒吧 对吧 那么其中一个女孩 掉上了 不是说掉上了一个 就感觉跟一个男的 看上了 两个人呢 有可能一起走 对 这个时候那些女孩 她们是一种妨碍 还是一种助力 就 她如果真的想去 你拦住她也没有用 她都承认了 不是那你会鼓励她 那还是会妨碍她 我 看吧 就会先在旁边 女生都是这样 女生觉得不会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 男生都是去 好 非常好 去立马 女生们呢 都会互相先讨论一下 然后彼此研究一下 然后我刚观察 等下交换一下意见 然后她可能收集到 比如说有80%的支持度之后呢 女生就会下手了 不是你比如说 假如说你跟这个 又婷出去吧 假如说 比如又婷喝点酒 这时候她要跟一个男的走 那么这时候你是说 哎呀你 你喝酒了 你是会提醒她 阻拦她别去 还是说 我还是会先提醒一下 但她最后要走 我会让她走了 不是 但是站在她的立场 她也得看那男生顺不顺眼 帮她看 就这样 她如果是喝得很醉 然后就是已经是歪瓜裂倒 然后她觉得她很帅的时候 那我当然要义务性的阻止她一下 都是娘家人的心情 对 但是要是你在丽江 你碰到了一个这个 对吧 你会因为 顾忌身边有这个姐妹 本来想跟她走 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就跟她走了 但因为身边有这些闺蜜 你不好意思 就不跟她走 这种情况 后来因为我比较 个人看比较多恐怖片 我都好怕跟人家走 就被杀了什么之类的 我是有性命危险的这个 还是有顾忌 对 我觉得还是 真的你说真的要做到 像是那种厌遇 然后就定下来在那边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 因为我想 我刚才说的那种 那种case啊 他是 开始的时候没想到 是怎么特别的天长地久的那种事 要在一块生活什么 真是给这个艳遇这两个字 给影响了 或者整个氛围又很人很放松 那么就试着去交往 交往了以后 觉得真的喜欢了 没得说 但是你知道 咱们这个国家的本事是什么 他把所有很浪漫的事 最后都搞得很龌龊 你比如说 你以为是去艳遇 到了晚上酒吧 也的确是灯红酒绿 最后发现你碰见的不是艳遇 而是酒托和妓女啊 你知道吗 这就很多时候 所以当地好像也不愿意有这个名声 就是说什么 前一阵不是把人就是整整治吗 也整治 所以他们说现在世道不好啊 可能也是因为就要整治秩序 对 立家那边也有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说 我就想起 就说这个这个过渡商业开发呀 它造成 所以开发真是这两个字 你说这个就水平高了 就是冯济才 老人 冯济才不是老人 冯济才 冯济才先生 他是全国好像保护文化这方面 政协的 是吧 他就是说啊 中国现在做了很好的工作 几年时间呢 我们弄了一个国家文化遗产 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一千多项 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多 韩国才一百多项 就是说中国这个都记录在案了 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但是他就说他说这个我们现在一提这个文化遗产 我们就讲开发 他说这个我最讨厌开发这个词 开发是个非常野蛮的词 你看咱对对对 动不动开发 很慌 对 破坏的感觉 台湾他讲叫什么叫活化 对 这个词好一些 我们要让这个 听起来比较生命力一点 对遗产活起来 香港叫保育 保育对 保育 育不是保护 保护你还没有用 就把他圈起来 他会烂 他会塌 他保育 就是还有人文的那个精神在里边 就是说咱们这在内地大陆 是吧 叫什么叫开发 开发一个 毁一个 而且你知道什么叫遗产 比如说丽江出现这么遗产 人家冯济财了 冯济财 又来 冯老说了 冯老说呀 说你看人韩国 人家说 登记一个文国家的文化遗产 像日本就是重要文化财 什么人间国宝 定位这个 就意味着 有一帮专家和保护机构 在你周围 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的传承人 定位了你了 就意味着有一帮人 那辅助 辅助着你 保护着你 让你原汁原味的 怎么能传下去 这才是遗产的意思 对呀 咱们就是 哪儿自生自灭 甚至就给你彻底糟蹋蹋了 不是因为你 一有个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的闲头 那第一就是开发赚钱了 那是这两个概念 不是把它好保护起来 是好好利用它赚钱 而且我觉得也很怪的是 我就为了这个主题 还特别去查一下 那么其他人家的 比如说一些文化遗产 它要不要收钱 人家也收钱 日本也收钱 他们也会说 OK 对就像你说 我需要一批很专业的人 来保护这些 然后让他可以永续经营 或者是什么样 但是人家收钱 然后告诉你 他收这些钱花在哪里 然后他要编多少的预算 它是一个非常透明度的一件事情 说他是真的有 在去运用这笔钱 然后各地不同 他们会因应他们这个股东 这个股基的需求 去做不同的收费标准 因为你跟相对来说 你看在柬埔寨有一个吴格库 对 我们在吴格库 吴格库 他其实他的经营 他是一个越南的酒店集团 来做整个经营的 但是他后边的背后的基金 是法国人 法国的基金 日本的基金 也有中国的基金 在那维修 他不断的在那维修 你不断的看到他圈起来 在那维修 然后他很有规矩的去 他也收钱 他收钱分一天两天三天 这样来收 然后你收了钱以后 你就要他就给你一张pass 但是pass上面 就一定要照张相 然后凭着这个pass 你就不用每次再给钱了 你就进去了 但是他管这个管得很严 管这个管得很严 不是说你可以给人家 或者炒卖 或者什么都不可以 你到那也玩过是吧 那边真的不错 古记好漂亮 对 但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都玩过 伟杰 你看日本也不光是只有吃 我给你看 但是被发现我太爱吃了 我们给你看个照片 他们说日本有个这么个地方 好像白川乡 这么个地方 全世界有名 也是世界遗产 那个名录里边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往下看 它好漂亮 它这种日本式的 像交叉手指一样的这个帮子 是那个 叫河掌春 河掌春 对了 它是室外有这个灯 打灯 一年呢 只有七天亮灯 然后你看这七天 好久这人们都 因为他那下雪 他在金泽附近 对 睡在这个雪地里 你看这么多人要照相 照这个美景 可是你看有意思了 就很多开发的人就说 你们为什么一年就亮灯七天呢 你看当地人说 如果我们亮灯一个月 亮灯几个月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不全被毁掉了 我们这个东西最终也就失去了 你是不是刚才有个问题 对 因为我就会想说 就是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这个开发 就其实如果说今天在任何国家 找到一个古迹 或者值得开发的地方 他们都一定会去做 他们也希望有观光才可以进来 但是各地执行的结果就差很多 比如说我们刚刚会说 在中国大家也都去 也花钱了 也收费了 也说要维护 也开发了 也商业化 但为什么最后都会变成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你看就不会像规定说 不会像是合掌村 它是可以维护 它没有被改变 还是可以维持 为什么 心态 谁的心态 当地人的心态 因为当地人 你如果是像只亮七天灯的 那个日本人 他觉得他的生活是很要紧的 那如果你要是亮 一年365天 兜亮红灯笼挂在那的 天天闹得不得了的 他们为的是觉得 我一时要钱 他不是为了自己生活 我要赚多少钱 我明明放在这 我能365天赚钱的 我干嘛只赚七天的钱 那是这样的思维 我觉得这个思维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日本有些开了个寿司店的 甚至我有中国的朋友跟他讲 就是我跟你在北京开 包你发 他不开啊 他生活过的也就是个中产阶级 而且他不算有钱 而且可能他是三代人 就开那么一个十个人的小店 我特不明白 就是说他有机会当李嘉诚 他为什么不当呢 那你以为李嘉诚日子好过吗 你每天狗仔都要追着你 然后你每次出来讲话 大家都就是都要一直读 说那你对房子有什么感想 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管 多累啊 那他智慧能高到这个程度 对啊 不是这其实也是一种 所以我说是心境嘛 你心境平和不平和 你心境平和了以后了 你就知足了 知足了就常乐 常乐了以后就不会再想别东西了 你记得 你看我就想起有个电影 叫海上钢琴师 你记得吗 就那个人 他本来准备下船到纽约 他在船上过了一辈子 后来他看了半天又回去了 回去了 他说钢琴只有88个键 我只有在我这个有限的键里 我能够演奏出音乐 他说我一想我要落地到纽约 这里边多少个街道 多少个门牌 多少个不可知 他说我觉得我根本就适应不了 所以他又回到轮船上 这个东西 所以你有的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是不是他智商有问题 有点笨 对吧 是啊 但是他如果 大发展 大开发 但是有的人 有的人其实到了这种时候 才是大智若鱼吗 那你 你所以你就看 大家的民族性不一样 我们是想 开发 要多 钱越多越好 现在就是要赚钱 那么那个 就是想的是我要生活 我这次去 就去日本 我去了逐地市场 看那个银鱼拍卖 然后他一天 只有120个人 但他其实是可以开放 很多人来看 他就是要规定好 他一天 可能就一个月就几天才开发 还只能这么多人 然后你就在排队 三个小时凌晨两点开拍 然后我也确实去吃了 日本料理店